近日,林心如的是非不断,先去周杰突然提起陈年旧事,称林心如在某综艺节目中吃他舌吻的事情不时 接着,林心如早年参加节目,在柜子里翻出扎兆为小人玩偶 日前,在巴沙慈善业连续两年都没有捐款 被指纯属接慈善活动蹭热度,口碑可真是快跌到谷底了 甚至连广告商都要忍不住要跟林心如取消代言了 在去年老干部霍建华和林心如结婚的时候,就有网友爆料两人的收入接近两个亿 然而连续两年在巴沙慈善晚会都没有看到他们捐一分钱 到了12号迫于舆论压力,才收到林心如60万的捐款 甚至一度让网友说他们是蹭红坦的坦星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,林心如不捐款也就算了 走秀的时候还带着新合作的品牌珠宝 而且还在光威上面打出了广告 这下子可就不是吃瓜群众不高兴了 连合作商也对此意见颇大 最后还让这场合约提前解约了 广告商取消品牌但联合约的原因就是 在世代宣传期间,林心如不但没有给他们的产品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反而因为自身的原因给他们的品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影响了该品牌的形象和销量 这可真是强倒众人推啊 难道林心如又只能回到台湾发展出了吗 我彻底应该 soit出了功能